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2020年2月5号 台股今天是小涨17点 但是这个架构 原来的上涨轨道架构到底有没有被破坏 这是大家要思考的 我们先从K线形态上来看 我们看这是大盘的K线 那我们看到这一根 新春开盘这一根 向下跳空的长黑K棒 这个缺口总共有185点的缺口 那请问现在是缺口有没有补掉 当然没有啊 缺口在这里啊 现在在这里啊 那我们说这根长黑K棒696点 那这根长黑K棒的意思是什么 很简单啊 就像一个人的伤口一样 你看这个现行 是吧 这个原来很健康的一个人 突然被刺了一刀 有没有 刺了一刀很深 那你想想看 有一个人突然给你刺了一刀 刺了一刀升级肺部 那请问被吃的人会不会马上就好 身体就好了 健康了啊 可以继续去跑马拉松比赛了 那是不可能的 会好也不完全了啦 会好也是啊 留下一个重大的伤口 将来就是隐隐作痛 所以你看这个伤口大不大 当然非常非常大 而且非常非常的深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样的格局 OK吗 这个你不需要学很多的专业 我这样讲你就听得懂 这个有没有问题 当然有问题啊 怎么会没问题 我们说这个伤口 185点的向下跳空缺口 这是一个 原来多头轨道被破坏掉 第二个 这一根啊 刺这么深的刀子 目前在这里 请问这个伤口好了吗 还差得远呢 所以很多人 不晓得兴奋什么 现在这两天反弹跟你讲很好的人都是他 当时过年前 封关前 持多单 套劳的人 你看我讲的对不对 因为现在手上有股票啊 所以他只能说好啊 那你手上有股票来不及卖 那你又说不好 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所以他没办法这样讲 他只能跟你说这个行情没问题 那我看这个行情是问题很大了 你看这个就知道了 好 看节目之前 请你先按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开启小铃铛是通知的啊 那我发影片的时候 第一时间通知你 用铃声来通知你 表示说 在里面发影片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来收看 所以我们这个缺口 投资朋友 往下跌下来 到这个低点 这个低点是 这波低点 11138 那高点 从封关之前的高点的收盘是1215 那总共跌了多少点 跌了将近1000点 980点 所以我们做错的 对不起 他可能赔了980点 最近的反弹 目前跌幅还有538点 所以想想看 做对做错 一打一网之间一下子 一不小心快2000点 现在还要1100点 所以你看严不严重 当然非常严重啊 一个做对 一个做错 短短三天差快2000点 你看这上天堂跟下地狱的差别 股市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 小竹斗机会变英雄 这是赵一铭股市录第217条 那我们把它扩充 再解释一下 股市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英雄也有机会变狗熊 为什么 因为他做错方向了 英雄马上变狗熊 所有股票全部套牢 当然变狗熊了嘛 不是吗 好 股市里面永远只有两种人 一个叫猎人 一个叫猎物 能力强的当猎人 能力差的当猎物 猎物永远都是猎人狙杀的对象 他是不会跟你客气的 猎人拿枪去森林打猎 看到一批鹿 他觉得鹿很可怜吗 他不是 猎人看到鹿怎么样 哪里想来瞄准 蹦 把你干掉啦 他会跟你可怜嘛 股票市场只有赢跟输嘛 你不是赢就是输 那请问你要当赢家还是输家 股票市场只有两种 一个叫猎人 一个是猎物 请问你要当猎人 还是要当猎物 当然每一个人都说我要当猎人 可是你看这一波下来 每一个人都成为猎物 手上一大堆套牢的股票 不晓得怎么办 债民股系录第406条 做多是人的天性 每一个到股票市场的人 你问他做什么 买股票 做很多功课 看很多资料 看很多报纸 我准备来买股票 买股票就是做多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做多是人的天性 可是一旦你遇到空投格局 空投格局就是啊 谈的少跌的深 谈的少跌的深 在退潮一样 海浪一波一波 一波一波 你不想要涨潮退潮 对不对 所以你要站在远远的地方 观看一段时间 什么一波比一波前进 一波比一波靠近海岸线 涨潮 什么一波比一波退后面更远 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退潮 股票会多头也会空头 会涨潮也会退潮 潮汐就这样 那你看不懂 就惨了 很多人就是只会做多 不会放空 或者说不会啊 空头闪不开 那变成什么 变成你的障碍 变成你投资上致命的伤害 所以我们说 一旦遇到空头 你的人性 刚好变成你的敌人 因为你只会做多嘛 很多人都是这样 那我们说股市会多空循环 多头不断上涨 涨不上去变空头 空头不断下跌 跌不下去变多头 就像一年世纪 春夏秋冬的格局一样 没有永远上涨 也没有永远的下跌 可是万一你碰到空头来的时候 那你就惨了 因为你的天性 你的人性 就变成你的敌人 因为你只会做多 不想要放空 那我们说每一次的多空循环 股市一定会多空循环 没有永远上涨 也不会永远下跌 每一次的多空循环 那都是一次的财富重分配 那问题来了 你到底是分配别人的钱 还是你的钱被别人分配了 重点就在这里 看得懂你就分配别人的钱 你就变猎人 看不懂你的钱就被别人分配 你就变猎物 每一个人割 我割大腿 我割小腿 被人家肉就割走了 对不对 大陆停损股票叫割肉 意思一样 你的钱就被人家分配了 你肉就被人家割了 那我们说跌市 要开始的时候 能不能看出一点迹象 可以的 张爱明股市实战新法第51条 涨势结束 大户法人必大量撤出 这时候现行一定会发生 破坏性的变动 那你怎么样研判出来 那就是专利的问题 那是好的工序的问题 张爱明你有事先研判出来吗 当然有 这一波下跌 张爱明你封关的时候 封关之前 你有跟大家提出警告吗 有 唯一市场只有我 跟大家讲 封关不要留股票 我代我的会员多单全部出清 反手满手的空单 为什么 就这个原因 就这一条 因为我知道 现行已经发生了 破坏性的变动 好 从哪里看出来 从这张图吧 这个就是1月20号封关的电子股 的图 那请问 这个电子股架构还健康吗 你不觉得看已经快断期了吗 他不是站在悬崖边吗 第二线已经跌破 第三线正在悬崖边 这个有很困难吗 高档只要出现 卖出讯号 两个卖出讯号 这格局不对了 懂意思吗 所以张爱明看到 我就跟客户讲 我跟观众讲 所有多单全部出场 只留空单 满手的空单 所以这一波很多人说 张爱明只有你一个人做对 我一个人做对 我也没什么 觉得有什么特别高兴的 我希望每个人都做对 我做错就好 你们都变英雄 没关系 我来当狗熊 全世界每个产物都赚钱 我来退出市场 也无所谓 张爱明被淘汰了 全场只有张爱明看错 那我退出这个市场也无所谓 大家都赚钱很开心 对不对 问题刚好相反 所有人都做错了 你看什么都一样 你看量价 你看K线 你看波浪 你看什么开盘巴法 你看什么都一样 全部都做错 正确方法只有一个 就张爱明的股权系统 好 股权系统 在封关的时候 有跟大家提醒说 要出场 不要留多单吗 有啊 当时发的 这张电子股的图 就这张嘛 一样的嘛 如果Lighter里面就发了 我跟你讲 获赢股票出钱了 我不会留多单 有没有 就当时发给全国粉丝看到了这个图 股票市场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有人说张老师 每一次总统大选完 选拳封关碰到总统大选嘛 对不对 每一次总统大选完 最近好像发生变化了 因为小英大选完 他没有跌还继续涨 虽然很多人认为这波没问题了 大选完会继续涨 以往的经验想把它套在这次的 因为第一次小英大选还是还继续涨嘛 那想把以往的经验套在这次的选举上面 但是张老师股市刑法跟你说什么 股市最难的地方 股票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股票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从这边啊 股票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我讲三遍了 答案在这里 过去的经验不一定能百分之百 适用于未来的股票判断 以往小英大选没跌 我们这次跌了 懂意思吗 所以你不要以为上次经验是一定 ok是下一次没问题的 经验就是给你做参考 不能拿过去经验当做百分之百的 来操作 如果你用那个做意去 有一次发生错误 像这次发生错误 你可能就受到很大的伤害 懂意思吗 所以很多学士 很淹博的人 硕士博士来做股票 我一样赔了一屁股 输到有没有疼口 我本来要去读硕士班的时候 很多我的好朋友 我的同学 我的啊 这个知己 都是博士 张一平你不要去读 你不要读博士 你不要读硕士班了啦 你不要读了 我说啊你怎么这样讲 你都读到博士 我的大学毕业 你叫我不要读硕士 张一平你真的不用读了 你已经是股票博士了 你不要读了 我们读到博士 我们不懂还是来问你啊 在股票方面 你已经是博士了 你不要去读了 好像你闲着嘛 读一读 没关系嘛 就读个硕士 这最后一个学期 写完论文就可以拿到证书了哈 好 那当然有人在这里 看到说这波的反弹 欸张老师 现在反弹起来呢 跌了980点反弹 到目前只有跌538点 今天缩盘11573 要反弹上来哈 最低点在这里反弹上来 好目前的跌幅 从收盘封关到今天是538 那请问这个格局 有没有改变 每天只要谈一下 很多人就在问 有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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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猜的 因为你用猜的 你学会脚不完 我们看一下股城系统就有答案了嘛 三个八 八八八就有答案了 F5 八八八 好 请问这格局有改变吗 没有啊 三线空头格局 没有任何改变啊 所以没有任何改变 请问你要做什么 很简单嘛 空灯报老 电子股三线空头格局 有没有改变 没有任何的改变 看懂了吗 所以这答案是不是很简单 那目前来讲 你报空灯有利 还是报多灯有利 我们说空头市场不做多 多头市场不做空 那请问现在多头还是空头 现在空头市场 空头市场不做多 电子股大盘都一样 空头市场不做多 那请问你现在 报了一大堆多灯的意义是什么 你放心 可能会讲很多学费 那没办法 我们能讲了 我会讲 搞不好我错了 对不对 那如果很侥幸 我又对了 那很多人会受到很大伤害 好 张一鸣股市一路第55条 时间会帮你累积财富 当你做对 做对就指做对趋势方向 像现在空头格局 那你报多灯就做错 你报空灯就做对 当然 这是指大原则 那你股票也是要选对 有时候空头的时候 股票有少数十多头 你也不能选错 好 当你选对的时候 时间是你的朋友 时间对你有利 懂意思吗 时间越长 准确率越高 当你选错的时候 时间变成你的敌人 现在听懂意思吗 那现在什么格局 现在空头格局 空头格局 当然不知道空单 很简单嘛 好不好 张一鸣空头会不会马上就改变 张一鸣股市 语录450条 空头会形成有如怀胎十月 要改变很难 懂意思吗 时间是基本因素 背面的基本面问题 才是很难立即去改变的 那请问目前的基本面 有没有改变呢 好像改变了 工厂能够顺利开工吗 好像很难 大陆都封城了 很多中概股吧 工厂是在大陆 现在你想开工 他还不准你开啊 现在封城啊 那会不会受到影响 当然会啊 很多人可能不敢回来复工了 看来还是在家 都在待一阵子比较好 所以很多工厂会缺工 到工历一定会不正常 搞不好有人已经挂了 对不对有人在 这个隔离中 有人怕死 干脆躲在家里好了 这种情形一定会影响到整个 这个开工率 这是不可否认的 那全球各地的人怎么样 也都一样受到SARS的影响 旅游业观光业 你看一下饭店的住房率 惨跌了 很多观光旅游地区啊 很少人去了 大陆客不来 我前阵子去宜兰 有个叫奇力珊瑚馆 奇力博物馆 我这看很可怜 全部的工厂 好几甲地 现场除了他们的工作人员 卖这个珊瑚的小姐之外 就四个人 就是我们那四个人 其他一个人也没有 那不晓得 集甲地那么大的空间 那么大的珊瑚 展示各种各样的珊瑚 这美不生熟 全部只有四个人 游览车一大堆停在那里 空车没有人 空的游览车停在那里 你看这影响有多大 所以未来这个冲击 可能还没那么快 现在很多大陆 62个国家 全球62个国家 对大陆啊 禁止往来 你不要 你的东西 你的人都不要到我国家来 对他们拒绝 飞机不能飞过来 你看这影响有多大 这绝对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处理完的 所以我们这个影响 后来后面的伤害可能会陆续造成 当然台湾也不是说保证没事 不要忘记了 这个事情的发生不是 不是啊 武汉封城开始了 那已经隐瞒好几个月了 这些人要到处在流窜 你看会不会感染到很多地方 那你想想看 封城之前五百万的武汉人就跑掉了 那我们跟大陆往来这么密切 几百万的台商都会来过春节 过完春节之后 那会不会平安无事 我就觉得好像也不容易 所以说这类防疫人员是压力很大 我们全台湾的富亚隔离病房有几间 一旦发生的时候真的没地方去 连富亚隔离病房都不够 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 但我们希望说一切都平安度过了 那这个我们只能跟你提醒说 这个这个是你要思考的方向 那股票 怎么样我们操作上要谨慎小心 没有绝对把握我们就不要下 没有绝对把握我们不去操作 不做多 觉得有疑虑我们就先观望一下 这是我的做法 当然别人做法怎么样我不知道 搞不好这样一直埋啊 不用怕埋啦 谁是买死人啊 我不知道我不会这样做 我把所有的客位钱当做我的钱 一样的爱惜来保护他 所以我绝对不会这样做 好 那我们说空头的行程 有如怀胎十月 那改变很难 最不精彩写的啊 好 多头会轮涨 轮涨 起涨 补涨 空头刚好倒过来 轮跌 起跌 补跌 头这边啊 所以你想想看 现在空头已经形成了 怎么研判这里啊 空头就形成了啊 对不对 电磁骨也一样 空头已经形成了 那请问他是 一天两天就结束了吗 怎么可能 轮跌 起跌 补跌 对不对 所以那么快吗 还没啊 还没还找得很 所以我说操作上 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啊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先简单讲到这里 好不好 讲太多 这个 好 每一个人都渴望赚钱 却又舍不得付出代价 我自己做就好 老师 没关系 我自己做就好 你自己会做 我恭喜你 无所谓啊 你不一定要跟我 你自己病会啊 你干嘛去打针呢 干嘛给医生打一针呢 对 打针会痛啊 像我最近啊 这个过敏 吃了虾子就过敏 过敏了整个脸都红起来 吃过敏药有时候好像效果很慢 看医生 医生说这个可能要打一针 我说好好打一针 我最怕打针了 那怎么办 还是要打啊 谁叫你直接过敏 那医生说 我打的 虽然针不大 打好 就是会怕 你知道吗 能这么壮可是怕一根小针 那没办法啊 你能怎么办 所以你还是要打啊 对不对 所以想想看每个人都渴望赚钱 可是又舍不得付出代价 结果是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有人说张老师 我自己做就好 可以啊你自己做啊 你会做你就自己做啊 你干嘛来跟我做 你会做你自己做就好 恭喜你 那如果你不会做 你把钱赔在里面了 一来一往差快2000点了 你看你要赔多少钱 我们赚钱 做对当然赚钱啊 很多人是赔钱的 完全做错了 一赚一赔之间 好的老师带你上天堂 坏的老师带你住套房 上天堂跟住套房有一样吗 怎么会一样呢 赚1000点跟赔1000点有一样吗 怎么会一样呢 一来一回三天2000点 多可怕啊 对不对 什么是贵 原来不准的最贵 准的都很便宜啦 一天费几百块 哪有什么贵的 对不对 好 当空头以后 会造成什么 当然钱损失了 第二个呢 生活品质 身体的健康 为什么身体健康会受到影响 因为很简单嘛 你也想你也没做什么坏事啊 就什么下几笔单 赔了一屁股 20% 30%就不见了 越想越不甘心 对不对 大家赚钱都很辛苦 越想越不甘心 你身体就受影响 晚上睡不着 高血压心脏病 失眠 对不对 忧郁症都来了 那怎么会身体好呢 你看哪个赔钱的 你身体很好 赔钱很开心 哦赔很多钱很开心 他赔钱 他赔钱后面就会产生后遗症 抱歉什么 生活品质受影响 身体健康受影响 家庭的和乐受影响 你想想看 如果你每天脸都臭臭的 你老婆看了会不会有压力啊 会很开心吗 不可能啊 小孩看爸爸每天脸都臭的 哎呦 什么事啊 家庭会不会和乐 自己想啊 一辈子辛苦努力的钱不见了 搞不好还要去卖啊 你的一些啊 真产品 因为钱不够用 要被追缴了 父女之间应有了亲情 小孩之间应有了亲情 没有了 教育也没有 要补息 没钱补息了 所以你看影响有多大 所以我常跟很多投资朋友讲 如果你不会做国家 你就不要来 再看再看 看三年五年十年随便你 没有本事 根本就不应该到股市来 股市是 不是你游戏的地方 那不是游乐场 不要搞错了啊 好我们看股票 来 联发科对不对 联发科转空多久了 2 4 6 8 10 12 14 16 17天 17天前联发科 445 转空 今天381 朝这边啊 你告诉我 你买联发科你会开心吗 我没有跟你讲 联发科转空了 一定有讲 不是今天讲 好 联发科早就不对了 好不好 鸿海 不用怀疑 转空了 鸿海问题很大 现在 中国大陆的苹果 门市全部关 星巴克全部关 门市都关了 会不会有手机在卖 当然没有啊 你看他的 这个需求会增加 还减少 你自己想啊 代工的鸿海会受益 还受害 好 郁金光 一样 这个啊 一多两空 今天还跌破 这格局都破坏掉了 大力光也是一样 光学都挂掉了 四星也是一样 高档上档出现四个卖出讯号 三线跌破转空 这线型都不对了 看到吗 线型都不对了 立基 昨天涨停板 今天马上要跌5块5 什么格局 这早就转空了 高点255 这个低点 这个低点跌很深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低点在哪里 在这里 第2月3号 这一天的低点是137 255到137 头这边啊 不多啦 一张120块左右 你买错一张12万 那你10张就120万了 可以买一台高档的 国产车的 你看 这是不是你早就应该避开 这边跌4个月 那你不知道这4个月要干嘛 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转空点你把它卖掉 你看后面这段你多开心啊 哎呦卖的真开心 卖的真漂亮 就这个点啊 这个点 就这个点 对 这个点出现的时候 是不是卖出去要出现了 那你把它卖掉 头这边啊 你把它卖掉 哎呦漂亮 真是卖的漂亮 那你卖完之后 你看你这4个月 会开心 会开心还是会忧郁 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快乐 哎呦卖的漂亮 跌的乱七八糟了 是不是 那如果你没有卖 后面就哭了啊 好 资邦什么格局 空头格局 那我们下档有出现什么 三个买讯 空头反弹的买讯 所以在这里 160到164 65之间有一定的支撑 可是这只是一个空头反弹而已 那力量并不强 因为有一个好朋友问我说 我看股神系统去啊 放空 啊怎么怎么被嘎了 那我问你放空什么股票 他说放空了 智邦 那你几块钱空了 162 那很简单 问题就来了 这不是160.5 164 165吗 所以这里有三个买讯讯号 表示它有一定的支撑 但是上档也有三个卖出讯号 这是一个平台整理区 上有卖出效 买讯就是一个整理区 懂意思吗 所以你空在整理区的低点 不对 因为这里有支撑 你不需要去空它 这里空相对就会比较危险 懂意思吗 那你要空在哪里 要空在这里 180几 那漂亮 看到吗 跌到160吗 很漂亮嘛 空在这里 刚转空就是最安全的点 一大堆卖出去 那就最安全的点 这里在平台整理 原则上你去空 有可能短线会被尬 但是也不会怎样 要是你时间就会解套了 好不好 答案很简单 空的点不对 但是空的股票是对的 好 可乘 我想这转空 我也不讲一天了 可乘转空 我讲多久了 讲非常非常久了 好 连茂 这走空四五个月了 你去买连茂的人 你会开心吗 不会吧 170 得到今天128 所以很简单 你看这股票格局 你看到绿色就转空 所以你这种股票就不要去买它 美绿一样 这已经转空了 高档出现四个买出去 这个空的力量都非常大 好 泰硕 如果从100块汇气得下来到71.7 你看这一段什么格局 那不是空头格局吗 这股票我也讲很久了 很多人不相信去买嘛 你全部受伤 你要记得一个大原则 你买股票不是管别人买多少 有一个投资朋友套牢 你要问他你去买 你没听我讲泰硕不能买 有啊有啊 那你为什么买 你买多少 买85 你为什么买泰硕 我不跟你转空了吗 你为什么买 张老师其实我跟你讲 我就是一个医生 我老实跟你讲 我是一个医生 我没讲他名字 所以没人知道 所以你不用担心 好 我就是一个医生 那我就看隔壁的医生 比如说陈医师王医师 隔壁医生买95 我买85 有什么怕的 你错了 有没有错 我错了 两个一起套了 你赢他少套10块 有比较开心吗 你也是很痛苦啊 不是吗 一张要赔15块 15 你买100张很简单 你要赔100多万了 对不对 所以因为别人买多少 你就可以买吗 你只赢了 你隔壁的陈医师王医师 你也是很不爽啊 你到现在也是套牢啊 你做股票不是跟别人比 是跟你自己比 我再讲一遍 你做股票不是跟任何人比 是跟你自己比 你要赢才是重点 不是啊别人买100 你就可以买70 错了 懂意思吗 空头格局就是不能买 要么就放空 不是你去跟隔壁医生比 我们两个都是妇产科 都是小儿科 他买95我就买85 他95敢买 为什么我85不敢买 错了 现在71了 你会开心吗 不会吧 对不对 你跟他比干嘛 你跟你自己比 你不是跟任何人比 好不好 所以这个心态一定要正确 如果你心态错了 你观念错了 你股票怎么做都做不赢 为什么 你在跟隔壁医生比啊 你们世界只有你们两个人 对了 他如果赔200万 你要赔100万 你会开心吗 他断两只手 你断一只手 你有比较开心吗 没有啊 你这样啊 你做股票是要赚钱 不是要跟任何人比 观念不可以错 观念错你就完了 我会再强调 观念不可以错 观念错你就完了 那观念要怎么建立 很简单 赵一鸣的书 都在讲观念 三本书 股市实战心法 300折 三本书 赵一鸣股市一路600折 在讲什么 讲正确的操作观念 如果你看我的书 你就不会这样想 你是要跟你自己比 不是要跟别人比 好不好 千金难买早知道 万金难买后悔要 哎呀 这买一千张怎么办 赔三千万 哎呀早知道把它卖掉就好了 早知道这种股票不要买 还有买五千张的 你看赔多少 就五千万很简单 对不对 你看赔多少 我更正一下赔1.15 不是五千万 是1.15 因为跌30块 一张三万 五千张就是1.5亿 你看是不是哭了 所以很简单 你不是因为别人买五千张 你就可以买一千张 那现在两个不都重商吗 一个赔三千万 一个赔一一五 有差别吗 有啊 一个一个断手断脚 一个手断一只人 会比较开心吗 不会啊 错就是不对 所以你观念不能错误 你不能去跟谁比 跟谁比 跟你自己比 你不能输 你要买对位置 跟别人买多少跟你没有关系 好不好 好 所以我们说千金难买 后悔药 千金难买早知道 万金难买后悔药 股市最大的悲哀是什么 别人赚了他钱 他说算了啦 没关系 哈哈没关系 一定有关系 只会没关系 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 怎么可以说算了 如果没有人可以帮助你 没有方法 那你当然 你也无可奈何 那如果有人可以帮助你 你为什么要放弃 怎么可以说算了 不是吗 所以我们说股市最大的悲哀是什么 别人赚了他的钱 他说算了 糟糕啊 好 什么格局 这空头格局 那猜什么 那就是空头啊 有什么好猜的 什么格局 空头格局啊 对不对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 有没有任何翻多迹象 没有啊 懂意思吗 张艾明你这种股票怎么做 放空啊能怎么做 我能怎么做 我就是放空他 我跟他客气嘛 所以你不要小看一档股票 一个四十几块股票 你不小心你会看 张艾明你怎么赚 不小心怎么赚二十块 现在还没有 过几天我给你看 张艾明你怎么放这档股票 你赚二十块了 二十块五成 你有听过放空可以赚五成的吗 你有没有听过放空可以赚一倍的 从这边有没有看过 有哈 谁张艾明就是我而已 没有第二个人 放空的技巧 我们说就像 这个空锁到七段一样 你要是没有相当的把握相当的技巧 你不要随便去放空 因为你被嘎死 所以我欠你大家不要随便都放空 你不懂就管他们不要做 好不好 放空要很高的技巧 张艾明你讲这个是正来假的 会不会骗人 张艾明任何一天拿出来绩效 只要是假的 所有会员都可以全额褪配 我这句不能乱讲 哪一个假技巧出来 所有会员全额褪配 那不是疯了吗 不会乱讲的 张艾明任何一天拿击效一定是真的 如果你怀疑我 那表示你刚进这个市场 你不认识我 全市场敢讲这句话只有我一个 目前没有第二个 好 张艾明的书就是你观念要正确 张艾明的实战心法 张艾明的战录语录 投资人100问 跟最近出版三本书实判心法 记得把它带回去看 心法很久远三本永流传 详细内容 可以跟富人做联系就可以 在light留言也可以 打电话到我们公司来也可以 以期仰望不如同行 跟股神系统同行 互利共赢 看完影片记得点阅 留言按赞分享 好不好 今天我们先进行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